我是博物馆文创IP授权专员 闻时与创意桥梁的搭建者新职业研究所 苏州博物馆文创IP授权专员Goya 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用户入手了文创产品后 因为对IP内容的浓厚兴趣 而被激发出了参观苏博的欲望 本科与研究生均毕业于博物馆相关专业的他 最初对文创IP授权这项工作一片猛讽 商品酥 兼修 打量 在这类项目的推进中 Goya感受到了一种始终被召唤着的使命感 即便和品牌签了授权协议 也不能违背博物馆伦理 在项目结束之后 他又会收获成就感 当用户高赞他在文创IP产品中设计的小细节时 他就觉得数月来对项目的心情付出 有额回报 与一家品牌合作 我一般需要完成包括品牌被调 确认 调整 策划合作方案 设计兼修和物料宣发审核这四个步骤 早期的品牌调研 包括品牌的信誉度 在各个渠道的销量 天眼查上企业的背景调查 还有品牌的舆情信息 以及这家品牌与苏州国务馆的调性是否一致等等 拍板合作一个项目之后 下一步是文创部与品牌方的初期沟通规划 将馆内资料整理之后 发给品牌方 然后与对方设计师共同构建产品的设计框架 最重要的是保证苏州国务馆相关元素 充分融入产品之中 接下来则是监修 我会参与设计师全程的设计 与对方拜特国务馆元素细节 并在完成全部设计之后 教练样品是否存在内容瑕疵 最后 我会审核产品上市前宣传物料的发放 直到跟踪门创IP产品落地为止